那歡迎大家今天來到了哲學星期五 我們哲學星期五是每個禮拜五都會辦一個 固定辦一個論壇活動 我想有一些朋友們來過 那今天比較特別因為牧澤那個場地現在在整修 所以我們跟這個場地的主人借這個場地 那這個場地我先來介紹一下 它屬於北斗的台灣高中哲學教育課學會 那我本來也是在北斗當職工 那所以這個場地以後我們 北斗在這邊還會辦跟哲學推廣有關的活動 那大家在網路上也可以在社區網路再看一下 那為什麼要放這個呢 因為在這部片出來之後 影場最大的一篇影評 它就說影片最後寫為時未晚呼籲香港人反抗 這個影評周遭看過的是環球時報的 其實它是攝影評 那在這篇評論出來之後 它又激起了更多香港的 就是激起更多香港觀眾去看這部片 那這評論裡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我先念一下 他說在內地人看來 那是中國的角度寫 這部片子是完全荒誕的 他說描繪的場景10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 所以幾位導演可以放棄 那他說包括內地社會也不是這個樣子 相信多數港人也不會真的認為香港會變得如此恐怖 看過的朋友大概就比較知道 騙子裡為什麼會說是恐怖 那他有講一個說 比如說劇中演員接受採訪時就表示不信 這個可能就是 我也想問導演 那但是部分港人接受導演提供了自我恐嚇方式 那接下來他說 一國兩制決定了香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獨立性 也決定了內地和中央影響香港輿論的手段是有限的 這部宣揚對立的影片能在香港不受限制的放逸 這個可能大家也可以說明一下 是不是這樣 是香港社會言論自由的證明 這一事實也告訴人們 香港社會需要對其內部的情緒面貌 承擔大部分責任 這責任是香港人的 因為你們言論自由 那十年的導演們宣揚絕望 這是他們的自由 你們來說有這個自由 那在這座城市裡擴散焦慮 那這會給香港帶來什麼 他們應當思考 香港公眾也應當思考 那這其實也牽涉到台灣 就台灣的電影 到底我們要拍什麼 我們有什麼要說或不要說 那這個會給台灣的公眾帶來什麼 好像我們也應當思考 那一些反對派人士似乎有讓香港自虐 嚇唬香港社會內地管不了 那這個影評出來之後 其實香港可能也有一些屬於香港自己的反應 那影評裡面也幫這部電影做了一些定位 那台灣其實好像還比較沒有定義 遇到這樣的情況 被中國以這樣的方式評論 中國官方媒體這樣評論 台灣有的可能是個別的人被要求要道歉 那這可能也跟台灣跟中國的互動的方式 跟香港跟中國的互動的方式 中間社會的差異有關 那這邊有很多可以討論的 那我想我就先把時間交給周導演 因為周導演他是這部片裡面 自焚者的那個短片導演 那個短片至少我自己看的經驗就是 就是在直播片裡面最震撼我的一部片 那也是我覺得最激烈的一部片 那我想就從 不管從創作以及事後的迴響 那作為創作者在面對這些迴響的時候的感思 我想周導演都有很多人跟我們分享 那我就先把時間交給他 那剛剛的麥克風 好 謝謝 大家好 謝謝不好意思 我是國語真的很難 沒有國語 喔 北京話 北京話是方言 北京話 方言 好 我開心今天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還沒有默契 因為昨天剛講完一段之後 我都記不起來 所以我在講我記的東西 今天要講 兩次我就要搬一下 沒有默契 我曾經去跟記者說 製憤者本身是我電影事業的製憤行為 我曾經跟記者說 製憤者本身是我電影事業的製憤行為 我猜大家都會笑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前規則是什麼 剛剛有笑出來 就知道 這個 在中共以下的 拜定的前規則是 前規則 剛剛自己教會唸的那個就是 講白了嗎 所以它表面上講 管不了 它自己就是我要管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教你一點 整篇文章就是要管多一點 對 對 他說我們散播一個傳播 我覺得他是在散播恐懼 他說他們在散播 我們在散播絕望 其實是他們在散播恐懼 我覺得十年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想過 這個電影會有這麼大的迴響 我們沒有想過十年會有那麼大的迴響 所以現在這麼大的迴響 人家問了你 明明現在才會害怕 那麼大的迴響 那你現在是不是開始 開始恐懼 開始怕 開始怕 開始害怕 其實拍之前都有恐懼 不過我打算放YouTube 沒有那麼多問題 拍之前應該想 沒有想過那麼多人看 然後拍完應該都是放YouTube 分享給大家 結果再賺很多 而且大家先不要講內容 我們今天也盡量不會講劇情 最重要不要穿崩 就是誰是自分者 因為在電影裡面講 問一個問題 哪一個是自分者 最重要就是一直在 讓大家思考誰是自分者 所以在電影裡面都在問 其實在問大家 要去思考 這個思考這個想像 其實十年第一個想像 那我這些思考是 整個十年計劃的一個初衷 就是引發香港去思考我們的前度 因為十年本身是一個預言 一個想像 所以十年本身 它就是要去引發大家的想像 跟去思考 不是要去得獎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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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真是去到這麼大的迴響 我覺得初衷是達成了 初衷已經達成了 因為看得到那麼大的危險 但是真的也都要問我自己 那我是不是真的恐懼 要問你自己 問他自己 是不是恐懼呢 我引發一個經驗給大家聽 就是在Castic的時候 我問演員的時候 找演員的時候 他的經驗想要跟他分享 有一個年長的演員 他知道我邀請他 他很開心 很想跟我合作 一個年長的演員 他很想跟導演合作 然後我們聊天 聊得很開心 然後真的 我給他一個劇本去看一看 給他幾個對白去看一看 哇 這樣嗎 這個演員的反應 大家看到嗎 這個演員的反應 哇 這是 是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演員的反應是 黑外了 他嚇到 他那個演員本身嚇到 他那個演員本身嚇到 那些角色是不支持港獨的 跟導演給他看 導演跟他說 你不支持港獨沒有關係 我還有其他角色是 不支持港獨 他也給他看 也去看其他 他一看 他也看一看 都是不好的 他說他不是不支持港獨 他說他不是不支持港獨 他也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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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說 他說 他拍了之後 他永遠回到大陸拍戲 如果他拍了之後 就永遠回不到中國 拍戲 對不起 香港都叫大陸 我們台灣都叫中國 是布大陸 我覺得很悲哀 他做一個演員 誰都知道他演戲 殺人犯 沒有人會覺得他演員殺個人 他是一個演員 他有這樣的反應 你覺得很悲哀 大家都知道他是演員 但是他講了半個小時 共產黨的壞事給我聽 因為他年紀很大 他後來講了 共產黨半個小時的 邪惡的中共 的事情給他聽 半小時 講完之後 你用心拍到我不拍 講完之後 就是鼓勵導演 認真鼓勵 但是我沒辦法拍 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 我應該拍了 因為我覺得 香港會在恐懼的氣氛下 很嚴重 所以他聽完 導演 聽完這個演員的回應 他更覺得要去拍 因為 香港就是活在 類似的一個恐懼的狀況底下 去到最後 也可以回應 先講這裡 可以回應那個 那個《懷球時報》 就是剛才我跟他講的說話 回應環球時報 我們十年可以 將香港很多的恐懼曝光 十年把香港的恐懼 或應該很多人的恐懼 對 曝光 但同時也給了很多機會 香港人去表達暴懼 也同時可以讓很多香港人 可以表達無懼 無懼 因為當十年很多人想看 很多戲院 很多電影人都覺得 哇 很多人沒有試過一套香港電影 可以日常都爆滿 是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都爆滿 沒有一套電影 很久沒有一套香港電影 早餐都會爆滿 然後由一間戲院 到最多是六間戲院 從一間最多到六間 電影院要爆 然後環球時報出了之後 很快的六間戲院 就變成五間戲院 三間戲院 環球時報出了這個評論之後 他說他沒辦法 管不了 結果六五四三二一 沒有電影在發 這個就是他的管不了 我覺得是一個懲罰 我們爭取到這麼多 香港觀眾的好奇 去想看你的電影 我沒有寐以求的 但是得到懲罰 這個就是懲罰 所以 那麼多 朋友想要看 得到那麼多的青睞 結果 電影又要下膽 這個懲罰 也都好像香港人都看到 所以很多人 沒看過十年 但是知道這套戲 都會支持 只是沒有看過十年 即便他沒有看過 但是知道 有十年這個電影 他都會支持 接著很多的民間組織 去舉辦十年的放映會 很多的民間組織 在社區 在社區舉辦很多的放映會 露天的 露天的 露天的嗎 不同團體 有露天有室內 有些是室外 也放 街訪 經過路過也可以來看 我很有趣可以說幾個 有些 叫做政黨會搞放映 政黨會搞放 是不同政見的人 不同政見的 有建制派的嗎 有不同政見的政黨都有 都有 建制派的人 政治派 建制派 建制派在暗地上 我剛剛問到比較敏感的問題 就是傳統的 親中的建築派 有沒有想要放 因為他剛剛說是不同政見 然後他是說 暗地裡有想要放 他打電話給我們 我想包場看十年 但我可不可以很低調 你不要跟別人說 他們要包場 但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其他人講 要很一樣 然後我跟他們說 你現在很高調講出來 眼睜開嗎 他有在過 看我起播吧 另一點就是 有不同的大學 每一家來香港的專上學院都放過 每一間的大學都放 甚至神學院都放 神學院 我昨天跟導演聊了很多神學院裡面看完的東西 我最後再跟他講 還有單車鋪都放 有賣單車的地方 有賣單車的地方 看完十年很興奮 接著要看一把牆 賣單車 賣單車 看完十年很興奮 所以要到場 有一個日本餐廳 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總之 你看完拿十年的戲票 就進這間餐廳 可以休息 所以你可以打折 你拿那個票 要根據那個餐廳 可以打折 所以 我覺得就是剛才那句 給了很多機會 去表達母句 給了很多 香港人很多機會 去表達母句 我就是要去看 越打折 就越看 有另一個場面 就是 在戶外 一個很大型的商場 戶外的一個廣場 戶外的廣場 那個屏幕是這樣 觀眾這裡坐滿了 但是 全包了 不夠位置 是哪個商場 沙田 新城市廣場 如果大家有去過香港沙田 大家也知道 他就 爆滿就對了 就是 那個是什麼團體辦 幾個民間做 幾個民間團體辦 都是戶外的 就坐到滿 所以很多人要看 這個 這個爆滿了 然後太多人 在普出塔後面看 後面看 就是 就是 調轉了 這個 這個字體也會導正 對 什麼都 導正 這是不毛細生的感覺 對 你們明白嗎 那一層 這個螢幕後面看 那個團體有幾個人 幾千吧 幾千 應該 過千 一定過千 過千 反正有個螢幕 螢幕後面有位置 前面坐滿了 就到後面看 所以什麼東西都導正過來 然後我覺得就是 其實他可能不喜歡這套電影 他沒有看過 他那麼辛苦看完 那很慘 如果 最不少他們都會喜歡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 那麼辛苦 擠進去看 那如果你不喜歡 就很慘 還有一個更辛苦 就是他整個過程 掩著耳朵去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翻了什麼 有一個人還要 這個 怎麼樣 這個 按住耳朵來看 按住耳朵 按住耳朵來看 什麼意思 他在那個麥克風旁 那個拉班牆 你猜到了 就是 他因為太想看了 戲院任何一組 有機會看的時候 難能可貴 在大喇叭面前 按住耳朵 所以就是 那個位置 只是大喇叭旁邊的位置 他要指到那邊去 請願按住耳朵 不要受影響太多 也要看完 所以電影 已經不是電影了 十年好像變成一個社會事件 去比香港人 你越看我越要看 是 十年已經不單止是電影 它只是變成一個社會的事件 你越打壓越近 就越想要去看 越 有很多人說 你是香港人 就一定要看 看不是香港人 誰說的 你說的 你認觀眾說 觀眾他自己說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就要看 不然你不是香港人 那變了 其實不是很好看 你的意思 你自己的意思 他應該是很感動 其實 你覺得其他人 不算非常好 對 沒有受到那麼多的 青睞的感覺 心虛吧 所以這個意義 大在於 我剛才所說的 將恐懼曝光 你才可以無懼 你無懼的時候 才能令到散播恐懼的人 恐懼 寫下來 你再想一次 第一句 你寫下來這句話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讓恐懼曝光 整個過程總結十年 就是把恐懼曝光 你才可以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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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無懼的時候 當你無懼的時候 散播恐懼的人 散播恐懼的人 才會恐懼 它就會恐懼 我覺得十年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十年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令共產黨會鬧 來 掌聲鼓勵 令共產黨不敢播金陣醬 令共產黨把最佳影片不播剪掉那段 不是 只是轉播 轉播沒有 但後來直播沒有 轉播有沒有 轉播沒有 沒有 反正2016年沒有金陣醬 對中共來說是沒有 因為他不播 他報導什麼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什麼都有 只是最佳電影是不能說的電影 你不知道嗎 你先翻一下 等一下 先搞清楚 他是新聞報導裡面 對 報導有最佳男主角 整個表都有 我知道 這是新聞新聞報導 對 他沒有播 但是他也有報導 到了出現最佳電影的時候 他就寫著 不能說的電影 他搞不好當以後是周杰倫演 不是 我根本不能說的秘密 周杰倫演的第二集 不如先說的電影 十年在中國改名上 搞不好有上 搞不好有上 好 謝謝 所以我覺得他越禁 其實演導他越驚 顯得他越近 他越近 其實就越怕 中共都是這樣 七三怕 跟你講 這我自己講 我先講到這裏 最後一句就是 如果今天回到電影 有一個影評人 也是導演 書記導演 他說的說話就是 在電影行業裡 十年 好像被香港電影店 一個很大的震撼 猶如雨晨革命 十年在電影行業裡面 是一個大的震撼 猶如電影業裡面的雨晨革命 那麼高音樂 好 教委員先 就講到這邊先講 OK 因為剛才講了很多 十年後續的效應 那我想很多 有看過片的朋友可能有問題 這不可以問 不過我剛剛講的 有一個東西 我再贏評比再提一下 他說十年近日在港島內熱營 已經連續三週組 在十大票房之列 台灣過去幾年 也有播一些電影是這樣 一時零起二少 那復活七日也是 然後 以及剛剛導演講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各黨各拍的都要來看 其實這 前幾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 也常常會這樣 就過年或幹嘛 出了一部片 總統就要看 然後 然後 反對黨的主席也要看 所以大家都要去看 一起去看台灣電影 比說雞排英雄 那時候也是這樣 不過其實我那時候 有沒有 那在那時候 跑到總統府前面去放 電影本身 被政治這樣子使用 這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 這影響裡大概講 但是 根據報導 單列一個月的票房 總共為323.7萬港元 這也讓人看到 香港市場的狹囂 市場這件事情本身 我覺得在我們在談 不管是台灣或香港電影的時候 也是一個大家可能會關注的事情 然後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會看到 台灣跟香港的電影圈 可能跟中國有 越來越多不一樣的互動 那 但是 十年跟復活其實 都是相當強調 就是以本土為素材 然後 拍的也就是 很 一般大眾 作為對象這樣 那 我想從 當年拍復活其實 那 到現在 台灣的電影跟香港的電影 其實 看起來走向很不一樣的道路 那我想 不管是針對 當年拍片的經驗 或者是這幾年下來 在對台灣的電影市場的觀察 或者跟香港整個產業的比較 我想這時候 就請歡迎導演來後面分享一下 那 如果導演到英台語講的話 就我幫你 謝謝導演 其實我應該用台語來講 所以我台語沒有要認得對 對 很久了 我有一點 跟黨的 香港的 是看香港的電影的 所以 所以 希望很多人 都看這種台語 台語體的電影 包括的地方 跟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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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 很有夠義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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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我相信大家 但是我沒有想到 那 剛剛導演 等一下 一直聽一下 那當然他有說 其實他 也學了一些香港話 那其實也會透過看香港電影 那他也希望 將來 能夠我們拍越來越多 的拍一些台語電影 然後 能夠讓其他地方的人也 能夠像 好像電影 能夠讓我們聽到說 這個比較有古味的 比較雅的 一種表達方式 那其實 台語也是一樣 因為你今天 你如果看實際 香港的電影 如果 會音 會形 普通話 會 什麼 北京話 整個 開口 整個 氣味都沒有去 很難 如果大家 以前開那個香草片 特別在台灣 台灣旁邊 把它配成 國語 配成北京話 然後整個香草片的 那個 韻味 那個氣味 就都不見了 所以我 我 剛才我 那個 復活七日 來臨 這個 彭鳳就是 我 我們常來那個 金馬獎 那個 胡導演 胡小仙導演 帶過來講 嗯 那個時候是 參加雞馬獎 跟胡彭鳳 就是 然後 那時候 胡小仙導演 胡導演 就來 胡小仙導演 在臨 那個 雞尾酒 大概 胡導演 大概是 他們用這個 品質 食材 這個 煙丸 他說 好 你的口條好厲害 那時候胡導演 胡導演 就親媽娘跑來找他們 那個雞尾酒 是因為這部 變成了一種普通 大概 然後 你那個口條很厲害 所以 對這個來說 我 開始想 經常 很多人說 台灣的煙丸 年輕人的煙丸 偶像劇的 偶像劇的 那個口條 都不知道怎麼說 那從這個事情 當然從這個事情 才開始想 因為其實台灣大家 常在批評年輕的演員 口條不好 是不是 你們常常看電視 看那個 偶像劇 台灣的 演員的口條 比 比 中國 比香港的 口條差很多 他說 大家如果 看電視 看電視劇 就會有這樣的印象 台灣的演員 其實在口條上 跟香港 跟中國的演員 就是比較差 因為 因為你 利用的 不是你自己的 音樂 我們自己的音樂 是對保以來的 所以 所以 變成了 你說台語 你說 普通話 你說英文 你說不管怎樣 你都說 你才哪 就像我現在一樣 因為你這個語言 是外來的 所以事實上 就不是從這裡 長出來 所以當 就好像英語那樣 所以當我們在 用這樣的語言 在講的時候 就會講個 七零八路 有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 另外一部分是 台灣的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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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可能 那一方面可能 也是說台灣在戲劇方面的 教育其實是比較差 對 那方面比較少 但是另一方面 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語言不是外來的 這樣子 我都聊了 當然這邊 你開始 有些 有些 分頭的意思 然後頂頂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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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荷個人是 一個 一個 小小的 一個 一個 那 是啊 那 好 導演很客氣 然後當然這幾年就是說 本土一是在台灣的電影裡面比較 拿得出來 他客氣地說 覆荷其實只是裡面一個小小的 粒子而已 那 但其實 對 我現在問說 剛才就是說 這個片動出現剛開始 有說這四五匹的平安 當初是審人發揮的我們這個生活 大家怎麼逃逃 雖然說是應該是很價值成本的年齡 這張也就要有100萬公票 這是怎麼逃逃 這個不應該是一些年輕的 一些影視工作 有這麼有興趣的 但導演其實王導演想問你 就是說這個片子 十年這片子一開始是怎麼承案的 就是說 因為其實年快一部分一開始你也比較有幣頭的資料 有一個百萬港幣 事實上你們沒有嗎 百萬你們都沒有 然後我查資料發現其實香港的補助你們也沒有 所以他很好奇 你們一開始是大家怎麼湊起來的 怎麼樣開始想要推跟拍這個project 一對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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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但是收到一個電話 有一個神秘的投資者 有一個神秘的電話 神秘的電話 是真的嗎 神秘的投資者 神秘的投資者 你是講真的嗎 對我來說不神秘 他有交代的 但我不能夠說 反正都是一個神秘的投資者 是 好 那就玩一些資金 就希望 可以去拍一些對香港議題 香港將來的事 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想要拍一些對香港議題 未來 未來的想法 一個人 雙投資 希望有人可以拍這些 然後就 然後我問他 有無價錢 他要多少錢 他要多少錢 他要二十萬元 十萬元 十萬塊 當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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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萬 四十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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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所以因為這樣 你是不敢講他的名字對不對 雖然我理解 不會 十萬塊 我都可以當十萬塊 我最初聽到拍香港的未來 我很感興趣 你剛才聽到說拍一下 我未來 很感興趣 因為我 因為 我鬼統有創作人 在鬼統有很多的想法 我09年有一個關於政治的題材人 創作 作為一個創作人 他收在自己抽屜裡面是很多的計畫 然後09年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 就是 計畫 應該就是 智芬者前生 好 來 所以09年就已經有 智芬者 這個 所以 其實他最早在講港獨 其實沒有跟大家講的 沒有 其實最早是我 二十幾年前就想 其實在巴士裡面 一講完就不見了 那麼 但是我聽到我的家庭 我就覺得 你聽到那個價錢 就 好像 有點 有點 突然有點失禍 應該是 不知道怎麼回應他 是不是 你記得怎麼回應他 你記得怎麼回應他 這聽到的idea 好像有 阿倫比較佛 聽到idea 有佛 眼中有光 有亮 聽到的價錢 好像 聽到價錢 就是 就是被潑了冷水 被潑了冷水 但我真的想什麼 這個火 蓋不下 他想著 想著 發現這個火 是 沒有辦法 消滅 對 所以 講回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就有一個人 就想一個這樣的idea 就邀請五個做演 所以每個人十萬 對 找五個人 每個人十萬 對 我就十萬 其中一個十萬 每個人都十萬 不管你要拍什麼 對 對 但是 有一個很吸引的 就是完全自由 他不會管你拍什麼 完全自由 你只要拍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 加起來只有五十萬 我捐錢給你 我都沒有想著賺錢 加起來五十萬 所以價錢可以便宜 大家想我要賺錢 對 價錢便宜到這樣 就令你很有自由 連這麼敏感的題材都可以拍 好 那麼敏感的題材都可以拍 所以十年出來 可以這麼自由 這個成功是來自自由的話 這個自由是來自 這個budget這麼低 對 所以 因為那麼自由 所以 來自 這個budget 對不起 就是十年的成功 是來自創作自由 那麼敏感都可以拍 十年的成功 來自創作自由 那麼敏感都可以拍 但是這個自由是來自 投資者根本沒有能夠賺錢 那個投資者沒有想過要賺錢 他想過要捐錢 他想過要只是講到捐錢而已 所以 形成的過程其實是 很偷奇的 行政的過程是很精采的 我見過那個監製 我拍之前 我見過五次 你 昨天碰到的那位 是嗎 對 他見那個監製 他拍之前 只跟他碰面五次 第一次簽約 第二次打招呼 基本上 真的不理你 他監製是不用理的 反正我錢 掉出來 你們拍完 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所以就很清差就對了 所以 這個情況是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組織在一起 其實我們是 有些國智偽政 只要我們的題材 不是雙作 簡單說 只是題材沒有剛好重複 重疊 然後就湊起來 所以 可以看到沒有什麼連關性 真的是比較獨立的性 很大的 這個故事 但是 那個順序怎麼排 我想知道 後來 順序 我們都談過 我們都談過 其實打招是黑白的 好像令到 觀眾 預期可以拉闊 因為 我本來打算採色 但原來是黑白 感覺就是 會有多些的可能性 會接受 其他 接下來第二、第三、第四章 OK 所以 第一部 肯定就是第一部 是黑白的 那其他後面怎麼排 我帶你去翻譯 對不起 第一部拉是黑白的 所以 就比較拉 拉寬大家的想像 可能其他後面 不知道會有什麼 所以 第一部是黑白 所以黑白那一部 就先放第一個 後續 還有黑白 如果你要留意 其實是說2020年的 黑白那是講2020年的 所以是十年之後的回憶 因為十年之後是2020年 10年之後的回憶 2028這個事情 所以是100年 然後第二套是比較沉重的 還有那套是比較沉重的 第二部比較沉重的 然後智奔者比較沉重的 那中間 就是 方言 最輕鬆的方言 方言比較輕鬆 這就是考慮觀眾接收的接觸 對 就是考慮到觀眾接受上面的節奏 最後一套我們覺得 圓它的喻是因為圓在小朋友 小朋友 幻想為頭的感覺 圓在甚麼 圓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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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可以放在下一代 或者希望应该给下一代 就是这些的联想是帮助总结 OK 这就是要把希望放在下一代的感觉 希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 我们现在到底为下一代做是什么 我说那个电影 你们记得有很多 它其实有一个桥段能讲吗 那个惯了已经好几代人都惯了 都习惯了 都找不到 它里面就其中一个对白 应该可以讲 没有很那个 大家还是大部分都看了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说 香港人温水煮青蛙 所以几代人都惯了 惯了之后你就没有感觉了 其实台湾就应该发生了 以前中国人没有办法买台湾的房子 现在就可以了 习惯就好了 未来你的邻居就是中国人 对不起 我加了一点点 对 好 这OK吗 这边 老板 OK吗 刚刚要回答的问题 还没说话 那你接到那个电话之后 你这个电话是你接的 那因为这电话是你接的吗 对对对 所以过来你就去找 四周 两天就开始用这个製品 所以是你接了电话 然后之后就去找了另外四族人来 他们分开找四族人 这个监制分别找一些导演就问了 他可能应该是 哦 这情绪之一 后来就用他的情绪 其实自己彼此没有什么联系的 所以现在 如果这个评 然后 如果有一点点 这个 探机 收入 他回到这个金主 还是说你有一个金金会 然后继续支持这个 香港未来的问题的探讨 那这个片子如果算钱的时候 你是会回到这个出资人 还是说 那你们会以其他的情绪 基金会为什么去 不必加害其他的内容 现在金主出钱 电影拍了吗 所以现在赚了钱 那个到底后来 嗯 说都晚了 后来 你应该赚到钱了 那后来的钱是 再重申投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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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给你们 还是怎样 都有趣的 今天讲电影 我们签约的时候 就没有讲分帐 总是 签约上没有讲分帐 因为想说应该 因为我没有想过会赚钱 有想要分帐 那我们签约的约就是 他给我10万元 那我交一条片给他 那就算了 哦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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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给10万元 10万块 然后我签约 我签约 我拍完 我就交给他 就这样 然后竟然上了戏约 然后说有收入 那我们再开会 竟然上到7月 然后有收入 然后再开会 结果 开会的时候 他们肯比 那很好 那他们真的捐钱 打算平均给我们 还有他们最初的目的 都是想为香港好 想支持新导演 如果赚了 我都不是为了赚钱 对于给大家 所以他就是 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就直接 那全部分给你们 全部都分出来 可以扣一些基本的东西 他扣了一些 但是 一定的程度上 还是分给五位导演 对 哦 难怪 这个小朋友就可以 尿布就解决了问题 小朋友 那他扣布 他要来分了 我问这个问题 主要是 买到一些年轻人 像在拍电影的人了解 因为 无种程度来说 有时候台湾的年轻人 在台湾那时 他会比较天真 就是说 我是没有拍电影 我就 哇 我有什么理想 我是不顶顶 但是 对到现实的问题 还有人质的问题 我找不到 好 我没办法做 所以 电影 那刚刚说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为了 就是台湾的 就是 比较有志于拍电影的年轻人 因为其实 比如说在台湾 对电影有兴趣 比较热情的年轻人 可能比较 你刚刚意思说 比较严重单纯 就是说 要进入电影这个行业 其实他有他这方面的门槛 然后他如果画不过这个门槛 那其实他可能就会牢记 这样的 这方面的问题 对 对 所以他跟电影跟这个社会 不管分厚 老厚 或是良知 也好 只要说你自己的創作 跟这个社会相关 当然 他们是 刚刚在家里面 好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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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要花更多钱 还要花一大人 对 不管 他这个 用 五基皮 都用五十万 钢票 不管 他跟这个社会有关的 他有这个钱 跟后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会议修 他说 因为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 他并不是像 比如说谢小说 谢三文写的那样子 就是你一个人 他跟社会的牵连 是比较深的 他前期 拍摄过程后期 你都会需要有人 尤其他要有个团队 在里面 对 大概这个 高中生 高中生需要了解 那大学生可能应该是 有一个 有一个 基本的这个概念 那特别是 高中生 需要让高中生了解 那大学生可能应该有 一些概念 在这方面 开始 没人要 没人要这么说 我就继续改革了 其实 我一遍 我大概 两千空六年 去到香港 医院 合幻 很难 几个 找那个 2006年的时候 导演 第一次放 等一下 看 但有一次 2006年 他的去香港 就因为 他说香港 剪头发剪得很厉害 那原本 多ین 97,2006,所以九年 剛才說其實改變還沒有那麼大 他的觀察 對對對,但是 不知道就是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但是有件事情他印象很深 就是說他會打頭髮 所以我跟這個打頭髮的一個年輕的 大概三十幾歲的男伙 就出於老大的假婚 他說他在等他 所以就跟一個三十幾歲的少年去 你說他可以抽煉 那個Hair Designer 喔,Hair Designer 是是是 完全不認識 完全沒有食材 等下他吃飯的時候 那個是三十幾歲的 那個假麻麻的 就開始說一大堆 這個萬壇 那就在那個抽煉的時候呢 那個Hair Designer就開始講了很多的 他說 2003年 那個時候SARS 那個時候是香港的 房價是統計的時候 2003年SARS的那個時期 其實你香港房價最低的時候 好,到你三年後 現在香港的那個房價差不多是兩倍 身積是夠高的 他說三年後 2006年那房價就是上升了兩倍 三倍 你說 你說你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你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在香港 你怎麼不可以這樣處理 這樣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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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他說在現在這麼一塊地方 你站在這個地方這麼大的 在香港現在有多少錢 所以他現在本來住香港的人 然後 他真的太貴了 買不去 可能你也坐不去 所以 他現在開始 搬去 搬去那個深圳 還是那個 那個房間 每天就對深圳房間 過來香港上班 他說現在香港 你看那時候那個 Kerry三年就說 那個香港現在已經太貴的東西 所以他有些人就是搬到深圳 東北那邊 然後再坐車回來香港上班 對對對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到現在 比較少開始 那個剛才 楊教授說的 那個 熱水豬青蛙 熱水豬青蛙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個房地開始去起來 然後就叮叮叮叮叮叮 所以他又是 你也 不在不甲平安 你的環境 你的生活 你的精靜 去給這個 這個 靜靈的 這個 鼓手去 引用 因為我跟東北那裡 你會 你跟我講話 你還要 你就 你就 多多名 去做事 然後他又說 這 就是 剛剛 梁文濤講到的 溫水豬青蛙 就是 在那個例子裡面 他想到的例子 就是說 確實就是從房價 政策各方面 慢慢的 就是會被 被掐死 被卡死 這樣 我同樣說一句 就是說 佛教裡面有說 很多人 信佛教 佛教 大概 在裡面其實都要學 學的就是兩個 一個是慈悲 一個是智慧 一個是智慧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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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坡恐怖了 或者是他還 還 持續在那邊 持續 持續在封鎖 持續在搞 把自己搞得 持續活來 同時要把別人搞得 持續活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讓他們 十幾億的人 有一個希望 這樣 別說 台灣跟香港 都 都 都 變成 他的一部分 這樣 你如果說 這個十三億 還加這個 十七百萬 還加這個 兩千幾萬 你就 你就 差不多完全 一點二萬就沒有了 你其實是為了這個 多億的這些 他們幾乎毫無希望的人 留下這 一點點希望 留下這 以後他們 可能自己會改變 或是自己 自己毀掉 或是自己撐不下去的 最後一點點 希望 所以他覺得 其實在我們現在 沒有被 可以幫忙進去 然後叫他繼續維持 然後就 他們講的文句 這樣 繼續發送我們 其實是為了幾千 所以事情也很好 但其實是 有什麼希望 他們看看他們將來要怎樣 要 不管是要改變或回應 反正就是 我們如果沒辦法進去 就是什麼希望 對 其實你不是 既生 歧視 你不是這個 仇恨 而是你 你最終 你同學 你希望 你可以幫助 這個十幾億的 那 他說其實不是 出於歧視 而是希望最後 其實是出於 要幫助的意義 跟這樣子 那 既然這樣 那我其實想 同時問兩位導演 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念了一段 環球時報的內容 其實 在電影這個事情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商業的部分 可是電影還會有另外一個部分 是它是會讓觀眾看的 然後觀眾看完呢 就會有它的結果 會有它的例子 那環球時報那個 其實我不覺得是環球時報的 它當然是用某種方式 在說它是這樣理解的 但其實它要理解 也不是那一個意思 我說我理解什麼 不等於我真的那樣理解 我說是為了讓別人 以為我怎麼理解 那所以 在我們今天 談的兩個主題上 就是我們如何呈現本土 對王大人而言 台灣 對周大人而言 是香港 我們如果呈現本土 它反映了什麼樣的 兩者之上的問題 特別是 如果是像十年這樣子 其實提了很多很尖銳的 對未來的想像 那你們覺得在 一方面是來自權威那邊的 權勢 我覺得要讓權威 理解 你權威那邊的理解 有什麼樣的問題 在台灣其實可能也有這樣的問題 那另一方面來自觀眾 也就是在權威跟在一般觀眾之間 你們分別覺得要表達東西的時候 最困難被理解的是什麼 權威是政權 對 政權 對 就是他們的 他們對你的電影的 或者對那個電影的 類改的落差 就是這個應該是兩片 對他們電影的落差 然後是 就是你們想講什麼 你們覺得他們沒聽懂什麼 他不是沒聽懂 他裝作他沒聽懂 你如果你想像這樣也可能 你那個是問題 就是問題 就是 你在問一下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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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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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落差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那個落差 是 亦都是如何去解釋本土 我覺得 你說政府跟一般民眾 中間的落差 是他們對本土的理解 的落差 或者可以一拼這樣去說 好的 一起教授 香港有一個英國人會這樣認同本土 他說 本土 以前我們叫做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就是本土 以前 以前 有一個音樂這樣講 以後 現在的狀況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不是本土 Made for Hong Kong 才是本土 Made in Hong Kong 不是本土 Made for Hong Kong 才是本土 有些東西是 我們是香港製造的 或者我們是香港人來的 但是很多 的心 都是能源大力 不是為了香港 很多東西 似乎是在香港製造 但是其實你的初衷 你的目的 其實都是為了中國 可能是中國市場 中國的品味等等之類的 電影就是 我們是香港 過去十幾年就是合合片 過去十幾年就是合白片 至於台灣也是我補充一下 可不可以說是Made in Hong Kong 那些合合片 你記得說合白片是Made in Hong Kong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是Made for Hong Kong 都知道不是Made for Hong Kong 是為最大的市場 中國市場 是為最大的市場 所以 那落差就是 他們想 你Made for China 我們不想 他們想 其實 很多東西 最終 其實都希望Made for China 至於 已經不止台灣 Hollywood 他們突然都塞一些中國東西進去 現在看他很噁心的 你知道嗎 Jason Bowen Jason Bowen 明年的年度大片 就是拍長城 你看看這個預告片 我看他真的傻眼 你補充一下 這已經 中共戰法世界不會好 這是我說的 這些世界不會好 所以 又或者我都可以嘗試去 另一個角度 當權的人 或者有電影老闆 說 十年 是政治綁架了電影 有些電影老闆說 是 十年是政治綁架了 這個 電影 那 我會想 如果 今天的題目叫良知 我真誠地覺得 我十年只是反映現實 如果現在 今天我們要談良知 他導演你自己說 我是 從我的良知出發 十年起始 是在面對現實 或是可能的現實 未來可能的現實 面對現實的時候 現在香港是高度政治化 不是政治綁架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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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電影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時候 就不能夠不政治 因為香港是高度政治化 被共產黨搞的 電影現在已經是高度政治化 而且是因為中共的關係 所以你 電影要誠實面對現實 就不可能回避政治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現實會這樣 為什麼現實會這樣 或者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十年這麼特別 原來香港更多年的電影 都不是給香港人看 為什麼時年那麼特別 也就是因為過去很多年 香港的電影都不再是為了香港而拍 也都不面對現實 也不面對現實 所以這樣看的時候 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 其實最會被政治的電影 才是政治電影 那些拍片才是政治電影 怎麼說片 什麼片才是 合拍片 合拍片才是最政治電影 因為他們刻意迴避政治 刻意迴避政治的電影 才是政治的電影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個underland agenda 就是你們不要談 最討厭是 那個政治是 要符合共產黨的政治 要符合共產黨的政治 政治本身沒有問題 是共產黨的政治有問題 共產黨的統戰有問題 因為我們拍電影 我們進入它的審查制度 這個就是政治審查 你要通過那審查 那那個審查當然是政治性的審查 所以現在無論香港 無論台灣 我都會面對著這樣的情況 無論香港 無論台灣 也面對類似的情形 這個就是剛才你所說的落差 我們香港觀眾 台灣觀眾 想看我們本身這個城市的故事 意識是想這樣 但是我們無可奈何 要想看關於 Fore Hong Kong For Taiwan的電影 無奈可能 我們的期待跟 真的是現實越來越大的差別 我再加一個東西給大家問一下 你知道台灣的演員 最多拍中國合拍電影的是哪一位 你講得出來的 我要獎品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來 你不要看我拿獎品 這個是昨天我們發的 有生意點 但是不會給大家 我還有別的禮物給大家 來 我要打個岔好不好 好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 誰 喔 厚 厲害 這是 彭於晏 彭於晏最近在台灣上的電影 以台灣做背景拍的是哪一部 那隻是 何拍片 《破封》 喔 嗶裡面了 有没有看过破风 怎么样人 为什么不看 很励志耶 起早的车 何帕边我好像补充一下 何帕边有一个特色 他在什么东西都会找中国演员 到了香港 比如说那个周迅 比如说破风里面的中国演员 那个什么路我忘记 他是要打造一个形态 就是让你习惯 中港台的演员一起拍电影 要把中国的元素跟因素都放在电影里面 就让你习惯 你未来就不可能要纯粹 香港人演的 关于香港的东西 已经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已经在做 而且非常成功 这个我是独装 小小的观察 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 好 拍 就是说 电影 最发明电影 以后 他一直是这个 衰闹 衰闹最好的钢骨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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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发明以后 一直是最好的洗脑路具 好 这样 好 好 好 我想问道遠一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十年在台湾拍拳 你觉得对台湾有没有影响 就是我五个导演 我拍了台湾版 十年之后的台湾 好 那看他怎么拍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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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 我是带入太盛 如果 如果 这样有 要在刚刚拍的十年 然后 你觉得 怎么样 不好意思 就是 我没有影响 我没有影响 这家裁造的台湾只好不及十年 在两年前 太阳化学院的进程 我感觉 真的非常不错 台湾的总统和什么 他说在两年前 太阳化运动之前 在能力把越能运动之前 当然确实也觉得台湾这个情况很悲惨 好像有这个事情 有很多小孩 十几岁 二十几岁 开始 开始了 开始 有法学到 有法学到 有些事情 你若不去改变 你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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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暗化运动之后 就比较多年轻 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就有留学型 也发现说 如果再投入下去 做一些事情的话 就没机会了 对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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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感觉 开始有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是 对一个 一个正向的方向 就是 就说 不管香港 不管台湾 你若有这些 成人 不管你多困 你若想 你若一天 你若投行 你若放棄 若放棄 你若不在一起 但是 你只会越来越唱 越来越唱 你知道吗 对 基本上 大家的意思是说 所以现在大家 都有意识到说 如果我们投上了之后 那之后 只会越来越惨 这样 其实也比较像你们的十年 那 想要提出来的东西 要维持维玩 那 不过 刚才 你已经comment那么多了 我也comment一下 你刚刚那问题 其实 其实 在几年前 有一部金马奖 应该是金马奖 主 他们 主办那会投资的 是 找十个导演 应该是十个年纪导演 那 不过 其实你看 问题正好 也可以把这个情况提出来 就好比说十加十里面 比较多在网路上流传的 其实是一幕片 是郑友杰 应该是他 郑友杰 他拍的片名 我忘了 但反正就是讲 一帮年轻的 热血拍片的青年 就是 在拍片前 要搞定一些很 很琐碎的事情 然后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讽刺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搞定了一面墙 终于把上面的什么东西弄掉了之后 发现后面还有一个 郭老师伯父像 还是伯奇 在那个墙的后面 那他是一个 又比较用 批評的方式在讲政治啦 那 另外一个十加十里面 有另外一部片 是比较少人讲的 那 就是 更抽象 他是一个 年轻的女歌手 他唱了一首歌 叫做 绿岛小夜群 然后呢 他一边唱 然后画面会切到 一些男女情爱的人回忆 然后他进口 就只有一个进口 这样转过来 一转过来 他就变成一个老妇人 还是继续这一首歌在唱 就是更比喻的方式在讲 然后他也更没有明讲 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他有一点政治的 比喻的意味在里面 十加十里面 可能是这两个 是两个短片比较有 那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 可以来 就 也common一下 我昨天看完十里面之后 其实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香港跟台湾的影片 有一种 我的感觉 然后气质很不一样 你刚刚讲到 以前觉得是made in Hong Kong 现在是made for Hong Kong 我记得 就大家有机会可以找这个片 就是香港智障 对 那我第一次看到那片 我就觉得 我好深忙 香港人就是 非常的 有活力 然后那个 直言不讳 那 昨天看十年会有这种影响 然后我觉得台湾一直是很隐晦 台湾一直很会绕圈圈 就是我们就不只讲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要只讲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你就去看一百年前 好比说 在德克巴莱 那你要讲什么就只讲 可是呢 二战后 要讲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绕圈圈 可是香港 我就觉得 你就把话直接讲出来 其实 而且我觉得香港电影在讲政治一直是很 不避讳的 昨天我又去找了一下 因为这一阵子 香港这两年的 关于 对中国的台湾的一切 找了一些以前的片数 还好比说 以前的表姐你好 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印象的片 那表姐你好里面 我也看到 他 其实跟你们刚刚讲的 跟刚刚廖文涛讲的情况非常相反 现在是要让大家习惯中皇台三的演员 一起在影片里面 那个时候呢 就全部都香港演员 然后会演出中国人的角色 台湾人的角色 香港人的角色 那 所以 那我先讲第一个 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 我们在 谈一个政治的问题 有关于社会两制的问题的时候 是要直讲 还是要引迫 迂回的讲 那这个选择是什么 你到底怎么要先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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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之前 之前 2007年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企务 也有说 如果我必须 如果我必须 死一千叻 对 他在说的是 大概在 1950 那时候 台湾的共产党的 故事 有这句 有觉得 就是 你经常打 打极努片 对极努片的 过程 里面 你去捕捉一些事情 OK 好 那当然以来说 他不确定说 是不是真的台湾就比较迂违 但是他 可以分开一个经验 就是他之前 之前拍过一个纪录片 他会在 2007年的时候的片 叫做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叻 他那个时候 我想是跟南冬家园一起 跟南冬家园的一本书 一起出版的 所以 我不知道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 那边蛮好看 因为我看 他 他大概 电影背景是在讲1950年代 其实那个时候是 台湾刚开始 就是 白色恐怖 抓地下长 抓共产党 他就会 讲那张之中的故事 那 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在开纪录片的时候 我经常觉得 那个过程当中 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当一个世界 世纪 世纪 当一个世纪 在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世界大战 之后 全世界的人 开始在想 那边 人的 这个 能够 健康的制度 到底是什么 好像 就是现在 用的这个主تم主義 还是什么 所以 当时全世界 像 网友 全世界 有些事情開始對這個社會主義 但是有一點好奇 有一點開始去了解 那天才不是更好的社會制度 他說因為那個背景在上一個世紀 因為一次加上後大家對於 什麼比較好的人類制度 開始有懷疑 會去接觸新的可能 那有些知識分子就開始對社會主義比較有興趣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一球離空到一球三球 頭一邊的台灣的技術有自由 大家在投資本論 馬克思或是社會主義頂頂的 那一邊在日本的知名政府 抓很多的有意想的 有報復的知識青年 就是跟在座一樣 差不多是這樣的 這件事情就是你們在投資本主義 投資這個 這個 那這個就是比較是台灣的歷史 所以大概在那個背景底下 其實台灣在日本殖民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大概192030年代 跟台灣有不少知識分子 其實是比較求情的 然後會去找社會主義的文獻 資料來 那事實上後來在30年代之後 被日本政府鎮壓很多 被抓了很多 對 有的地方看 我會是親屬老的 他拱起來 那第二邊 這是前一邊 第二邊的那個清史 是大概 一區 一區沒有空到人空 那一區 那一區變更是 另外一個自民政委 國民黨的這個 政界教育政權 那時候同樣是一些 李雄主義主義者 在討這些 這些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就在那裡 那當然說日本政府 那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其實是 二戰後 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時間 那就是過民黨的 另一個自民政府的 一個大規模的大陸 對 上一個世紀 借著這兩邊的這個青世 他很大部分 台灣的這個 李雄主義者 他就 他就消失了 所以事實上 是在三個世紀 因為有這樣兩次 就是230年代 跟560年代 兩次的 清洗 所以事實上 台灣的李雄主義者 的生命 就整個被壓下去 對 所以 所以有這樣說 就是說 台灣 他很缺乏 這種李雄主義者 的 這個 原因是因為跟這兩邊 很大的 這個 這個 政治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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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說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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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 所以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 台灣 可能就有 大家會 照著彎講 那 公道到最後 有忘了自己 要講解 所以 所以 我現在說 我們現在流下來 現在台灣人 我們周先生 都是不叫聲 因為 我們說有叫聲 我們去唱聲 唱聲 之後 都沒有 後代 這個話 所以 導演 常常開玩笑 就是說 大家流下來的 都是這種 比較沒種的人 的後代 所以 因為有種都會殺光 香港話講起來 可能會 更有意思 好 基本上 導演 導演 要講 那 是不是要 香港 就比較直接 對對對 你的電影是很緊急的 純和緊急的 對 但是 這樣會不會 我轉 因為 它又跟 歷史都不一樣 因為香港一直 從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開始 比英國 特別 但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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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歷史 遠遠 多過於你們 我們差不多四百年 以上 這個差 這個差 導演說的是說 因為 香港和台灣的歷史 又不一樣 香港一百四十二年 香港是一百五十五年 再加上 最近的這個 十 十 二十年了 OK 一百七十五年 一直 不是 問題你的概念 我挑戰一下 問題你的概念 你還是認為香港 自己國以來就是 中國一部份 如果不是的話 清國也是 殖民香港 對不對 這不重要 重要是 在一方的理解上面 的確 這個 這個 如果有 台灣人的住民 譬如 原來是土人 然後你的確 十一年是從 西班牙 格蘭 一直下 那個 歷史的確 比較優準 香港以前 人根本很少 所以你說 知不知 因為它是 反正 當一八四年那個時候 的香港根本很少 所以後來 全部一次就移民下來 也包括英國人在這邊吃 因為用那個 港口來去通商 的確 背景太一樣 但是 然後你的意思是 在評論還是你想要問 導演 什麼看法 還是 沒有 沒有 就是我們台灣很悠久的這個 證明的歷史 跟香港不大一樣 但是可能一八四二年 英國人來到香港之前 那只是一個小漁村 就沒有什麼人 就二十萬人 沒有什麼人 新界有多一點 那我們回到原來就是 你覺得 香港的景點 現在大國會 都比較正直 關於政治的原因 這個問題 政治元素在香港電影裡面 比較直接去呈現 因為 可能這個 刻板印象 一不時 好像很直接 然後 一種好像很直接 但是可能 可能香港電影 全貌 過去跟現在跟未來 可能不太一樣 我反而覺得 台灣的紀錄片 關注政治 關注國家歷史 不過講紀錄片很難講 當然 我覺得有劇情片比較好 劇情片 你問我 香港的歷史 其實電影是娛樂 不會很面對現實 對 香港自己沒有很面對現實 也根本是去政治化 你看 你看一下 TVB的那個電視劇 全部不是講警察 都是講延政公署 後來就講一些醫生、消防員 都是中產 然後都是公務員 都是歌頌他們的形象 警察很棒 延政公署真的是抓這些貪污人 現在是有些脫離現實 但是他們那個做法本身 就一定是非常去政治化 所以整體來說 我不太認同香港是 拍面對很多政治的問題 其實不是 我就不太認同 但是 如果真的拍到政治片 他的做法是否比較直接 這個又不同的說法 我知道 你翻了這句話 我都不會說 我剛才說 我都不太認同香港是 拍很多直接面對政治的事情 甚至是 我認同你就是去政治化 就是類似 其實香港沒有很多 直接跟政治有關係 所以我都不太認同 如果真的會面對 好像你剛才所說 是表姐你沒事 其實是一個喜劇 他根本是諷刺 他不是嚴肅 變得容易入口 他了解 因為過去香港是 有一種看不起 所謂中國人或所謂大陸人的一個 就叫阿燦 阿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應該沒有人 年輕人應該不少人 阿燦是一個角色 就是當時 這些悉尼名 香港人就用阿燦 燦坤的燦 所以這個詞本身 如果你被叫形容你是阿燦 你就是被歧視的感覺 是一等的人 現在剛好中國要導致過來 要進去起飛了 要什麼都跟你買走了 現在港燦 所以後來又被叫港燦的說法 就是裡面這些人 我現在來都是買LV的 你們能進來嗎 我們中國人都是來這邊排隊買LV 你們一個香港都沒有在排隊啊 對不對 所以 現在身份上要操作成一個 導轉過來的狀況 香港你們香港 你未來你就是方言 我們就是國語 你們就是要講國語 你們在中學小學以後休息都不能講香港話 現在已經出現了 你留一家水小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我是補中一下 大概 這個走在中港 所以了解 你好 雷侯爺 這個本身 因為它那個很少數的電影 是用香港話來做電影名字 雷侯爺 雷侯爺 雷侯爺本身就是香港話 其實過去到現在其實也不多 但是那個就變成 剛剛導演也是說那個是喜劇 那喜劇裡面大概出的這張訊息 其實當時某城哥當然是諷刺嘛 不是諷刺中國人 那個時候應該是80年代 我沒有影響 對 80年代還是很普遍 就是 因為剛剛 經濟開放改革嘛 你們都 都什麼都不懂啊 什麼都要學 什麼都要新的東西 像 我講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去做研究的時候 8989年去做研究 去訪問他們那些 技術轉移的公司 他很有趣 他那個幹部在手寫 把他要講的東西寫在手上面 就寫在手上面 你有看過人寫在手上面嗎 就他們的做法是你匪夷所受 說這個中國人 怎麼都這樣做事情 就是你沒辦法理解 就是很厲害 就是給你一個很落後的感覺 好 那 所以當時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那到了2000 應該是 真的是所謂 香港被冰昏了之後 整個局面就扭轉 因為他變成一個 宗祖婆 跟那個 新 我們認為是 新的被殖民的地方 的一個關係 剛剛王達人提過 所以大家慢慢就轉 這樣轉到現在我們已經要 用比較契機的方式 來形容這個中港的關係 那已經是 幾十二三十年 從我以前到現在都沒幾年 所以已經非常大的問題 那所以 到底是不是很直接呢 如果拍了 有 或未來會不會很直接 或者這樣說 十年是最直接的一次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些行內人跟我說的 十年是十年直接討論政治的 在三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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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也都是 那個力量可能是來自這裡 因為沒有試過這麼嚴肅 這麼直接的 嚴肅的直接 那麼嚴肅的直接來談政治 就不是喜劇 就不是 不是 不是諷刺 不是忍悅 不是忍悔悔 不是兜悅 就是直接不會隱藏 隱遇 或是這樣子 更加客觀的元素 除了直接嚴肅之外 客觀元素是 那個壓力 那個氣氛 竟然 這麼大的時候 竟然會出現一套 就是 這等於是雨傘 過程是拍的過程 拍了完 剛好有 這陣子 有上來 然後 要準備奧利巴 會選舉 所以這幾年的氣氛 就是很緊張 很緊張 緊張的狀況 中港關係 矛盾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再發生 所以 大家就會 有共有 會不會有時間 Q&A 我一點點總結 這個也是 我想說 就是 我不是說 拍片 就是好片 我沒有這麼說 合拍片 一定是好的 也不一定是壞 合拍片 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是壞 本土電影 不一定是好的 本土電影 不一定是好的 我們看的 如果今天的題目 叫做本土與良知 我們重點的是 電影的良知 不是它是否本土 電影的良知 不是它 甚至是本土 所以我們台灣也有所謂 共和黨的本土派 本土歸是好的 台灣都非常清楚 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看的不是 有些香港導演 或者台灣導演 上到大陸 就是很差 我不想這樣說 應該是這樣 意思是說 不是說它是哪裏的導演 然後到了哪裏拍甚麼片 這一定是甚麼樣 很多人拍片 如果他真的有良知的話 他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他仍然做到所謂的良知 那很好啊 那不就好電影 但是這個脫離現實 好 先翻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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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拍片 能夠好好反映現實 好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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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剛剛不是想講嗎 不是 我如果有一部戲 是黑拍片 但是 是充滿著論資 它也是一套好電影 如果一套核發鏈 它充滿著良知 它也是一套好電影 是的 我認為這是核發的問題 是的 甚至在香港也有很多討論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人說 借著本土兩個字 其實是一個消費本土 消費政治 借著本土兩個字來 消費本土 等於是非常噱頭的意思 未來也許 你有沒有看到也什麼的這樣詮釋 未來聽到它那麼好賣 我們要拍一個什麼二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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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號稱本土 要看看能不能賣錢 對不對 就慢慢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們的初衷本來就不是這樣 所以 就不會被這樣的質疑 也許 那未來就不少 因為 因為 現在本土 現在本土派出來 連所謂的建制派慶忠的都說它是本土 他們現在學工黨 就變本土 所以最後可能回到最老土 最根本的東西 這個電影好不好 那種好 或者所謂的良知 是什麼 這個才是我們繼續思考的 所以高原這個結語就是 重要的還是良知 最重要的是思考 大家一起思考去探索 然後要忠於自己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把這個良知講得很清楚 但我 我必須要本土 稍微再 最後補充一下 就是說 WTO它是 它是世界貿易 不管是鞋子 水果 或什麼 但是 他們 好像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法國就提出來了 針對WTO 他們提出一個 文化例外 或者是 因為文化的多樣性 或者是 因為文化例外 這個主張 所以他們希望這電影不要 也被WTO給綁進去 所以才會有之後的 這個主張 這個電影的 比較 電影的保護機制 那樣 意思是說 就像 你了解我意思 所以 韓國在一九九七九六那時候 他們 他們那時候 好萊塢電影也要大舉 進入韓國 那意思就像台灣這樣 台灣前一陣子 在那個十年前 大概西院裡頭 百分之 九十五 九十八 看的都是好萊塢電影 只有百分之二是 其他國家的電影 那麼 這個對一個國家的文化的影響會極大 所以那時候 法國人他們就提出來 就是 文化的例外 或是 那這個 因為電影是很 很是一個文化的 一個宅典 文化的一個象徵 所以 他們希望 在這個WTO的框架以下 他必須要把電影給畫出來 那麼 本土 本土就是說 你不會 如果沒有這個 結果 那你可能 你會因為一個強權 這個 帝國主義的強權 或是資本主義的強權 你會搞到全世界的電影 百分之九十九 全部都是 好萊塢 全部都是長城 全部都是裡面 都是包的 好萊塢 就是美國的 或是強勢的 這個資本主義 到最後 他包的這些 這些 唐衣裡頭 是有 塞了什麼東西 不清楚 所以在 所以在 本土這個概念來說 因為我們電影是跟文化息息相關的 那麼 那麼 如果你不做一定的 保護 或是一定的性質化 那麼 那麼 就好像 就好像 海裡頭 就是只剩下一種魚 森林裡頭 只剩下一種昆蟲 那個海 那個森林很遲早 它就會毀掉 它就是需要有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 讓它保存不同的多樣性 這才是 這才是 符合人類的最終的 價值的東西 好 謝謝 那 因為時間所剩不多 雖然說 我自己都有想回應的 但我就開放給各位提問 那 其有沒有誰 有什麼問題想提的 不管是針對哪一位答應 好 那如果 欸等一下 文湯 就 我可能就是 請文湯 欸 請你 就是要翻譯的話 就直接 再 好 下請 我昨天有看了 自分者的這篤片 然後 我對於其中裡面有 今天有聽導演講之後 大家也知道 就是他的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是昨天就有 就是說 自分者的這個時候 這個篤片 一開始都不會 一開始的政府都沒有透露 嗯 自分這個人到底是誰 然後這個是為了要居民需要 但是他最後也是說 欸你不要講 不要講 他最後也沒有透露真實的這個 這個真實的自分者的身份是什麼 那 他透露真實的自分者的身份 跟實際上的自分真的是差很大的 真的是不同世代的 那 為什麼裡面的政府要這麼做 你好像有 你看了沒有 我看過 你看過 我拿來拿來看錯了 對啊 那沒關係 鼓勵你再看一次 哈哈哈哈 還有 他用來帶朋友去看 然後 你對一下他的理解 帶行人 對嗎 對 然後他第二個問題是 一開始 在 前面有寫說 中英聲明的50年後 50年後 會再決定要幹什麼 比如說要做什麼事這樣 是嗎 還是我又看錯了 50年不變 50年不變 然後之後再說 是這個意思嗎 等一下 第一課 第一課 一開始的那個title 是都 對對對 然後 我想問的是 所有香港人應該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沒有人 在這段時間討論 是因為 討論什麼 2047年的時候 對對對 我 聽完 導演講完之後 我突然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沒有人討論 或者是說 沒有啊 這對於自己的想像是什麼 我想說 我等一下回答 聽得懂嗎 有啊 香港現在就是討論著 尤其是過去一點 甚至有政黨作為一個很大的政綱 的一個方向 就是討論2047年香港何去何做 你看 然後 vários香港自已已經一直有在討論 然後 因為2047的議題是 甚至其中一個政治黨派 也已经开始在这个提出 他的政纲是2017年之后要怎么样 反正是 应该是永续基本法这个 你讲哪一个 安关终枝 我自己很多都在讲了 比如说我要自觉 港独是其中一个选项 那个中共就给你打压说你是港独 所以我当朋友 我只是说自己是一个选项 然后香港终枝也被打压 打成港独 反正你提港独都会变成港独 你不能提 现在香港的状况是这样 2047年之后没有港独这个选项 简单说这个整个中共的这个方向 所以简单说有 然后中共的做法就是不能谈 什么都不能谈 跟港独要关的 尽量提都不能提 大概是这样子 我可以补充一下 谢谢你的问题 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关心香港 都按账 不好意思 再看 我再看了 看了几遍 那这都看了几遍才看得懂 我应该是这样子 看东长谁看得懂 在这里 看那一次看得懂 没有用 好 来 下一个问题 来 来 導演你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 在自焚者甚至还有其他部短片当中 你们同时都讨论了所谓的政治宣传文化洗脑 或者是所谓的political propaganda这个问题 可是在我看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你讨论这个问题 也是你自己本身去选择 使用伪纪录片的方式 来做你的创作模式 这在我的感觉 当下第一个直觉是 这是一种irony 可是我不晓得 对你来说是 刻意为之 还是说你 一直到现在都 甚至我现在刚提 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切入 那我想说你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呈现方式有造成的一个 可以说它是irony 或是一个其他的 the phenomenon 你有什么样的 irony 什么翻译 fone 一个fone 就是你讨论political propaganda 可是 你自己用伪纪录片的方式 来 来做 这样的一个呈现跟表达 那 更多的延伸我先不谈好 但我就先听到这别人 他有自己想请 我觉得他不能叫做伪纪录片 把那个伪纪录片 这个框架 罩在这个上面 有点太过 太过苛刻 因为 但是不是 不是大家所有人都看过这个片子 伪纪录片的前提里面是说 这个片子 整个是纪录片的形式 但是它完全是被操纵的 那么 这个东西 叫做伪纪录片 但是 就好像 当 当哈利碰上沙利 有没有 三十年 二十年前的一个 爱情电影 有没有 男生女生爱来爱去 然后 中间他一直穿插 六十岁的一对夫妻 七十岁的一对夫妻 还想说 啊 当初他怎么爱我的啊 怎么追我的啊 我又不理他啊 好 又回来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他的剧情片 哈利 那你不能说 这个电影里头 他是以这个 剧情片 爱情的剧情片为主体 中间有穿插那些 六七十岁老夫妇的这种访谈 那你不能说 啊 那他是伪纪录片 伪纪录片 因为他在比例上面不符合 第一个 他也不是整出 都是这个模式 都是被操控的 纪录片受访的模式 那所以 那再者是 他们说的是 十年后的香港那样 那如果我要拍 十年后的纪录片 十年后的访谈 那刚刚他 是不是这样 他 他不成立啊 现在还不到十年后啊 我想说 我来问一下 十年后的台湾人 对于 那时候的台湾的处境 我来问你 那你只能够想像 十年后我老了十岁了 然后 那时候台湾房价 可能更贵啦 所以 第一个 他的比例上面 不是全部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 他的设定是十年后 他在说以后的事情 那 应该这样讲啊 我觉得重点也许 也不需要 说 这个是 那当然他不是唯纪录片 他本身唯纪录片 他只是一个纪录片 对 那好像也不用去 讨论 所以大家 当然 这个 这个比较再 再仔细的来说 就是说 他的那些访谈的部分是 好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就自己说 或者是 我已经帮你要所有东西都写好了 你就照着把它给念出来 演出来 这是牵涉到 纪录片的良知 纪录片的操作的手法 什么什么 所以那个东西就比较 就比较成不完 那他那个本身不是纪录片 他其实幻想十年后 在拍一个 对 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幻想十年后 在拍一个纪录片 但他本身 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纪录片 对 那我觉得应该重点 应该是说 阿倫尼的部分 不是说他是不是纪录片的问题 不过 刚刚王导已经厘清 这个严格来说 不算是纪录片 对 他只是一个 一个手法 对 阿倫尼的部分 你觉得很好 你觉得很好 这个应该是 极少数人 可以直接看得到 这个高度的战术 这个吊诡是 我想做到的 这个吊诡是 这个吊诡是 其他想要做的 因为我讲过 政权在讲大话 那我就 他只是说那个政权在说谎 但是 在假装讲大话 在假装讲大话 那我吊诡就是 我吊回来 我是艺术来的 十年之后的纪录片 摆明是假的 他摆明是假的 本来十年后的纪录片 本来就不存在 对 所以我就用这种吊诡 去引起观众 我感觉好像是 形式和内容 有一些的 云想 有一些的冲击 给到观众 就是用十年后的一种 蓄色的一个 形态 访问的这种方式来 呈现 味道就是真真假假 现实就是在讲大话 我还是在讲大话 但里面 其实就好像在讲真理 好 就是我的电影好像 在 就是不是真的 但是它其实是 好像在讲真的 但是 现实上 好像是真的 它其实是假的 这个吊诡是想 营造到这个 这个也是 去最后 我经常形容 自焚者 就是我自己的 识别过程 到最后 我是希望 用这个方式来 形容 《自焚者》 这个电影 即是 导演自己的 识变过程 所以 这个风格 与内容的一种 暖想 好像帮到 这个识别过程 就请 这个风格 跟 跟 过程 其实是要 呈现那个 识变过程 OK 谢谢 我直接讲说 这样听下来的感受 就是说 跟我 诉求的 本土这一件事情 当然 像 当 老师讲到一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为谁而做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是说 如果 用这样子的方式 揭穿了 现在人 被植入了什么 问题 在想像 未来 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 这个片子 是这样子的 一个架构的话 那所以 我们要思考的是 当今 每一个在 谈论本土的人 能不能 很清楚的 看出来说 我们目前的现状 我们十年前 到底被植入了什么问题 导致我们现在 要处在这样子的状态 我想 这个应该是 要去思索 所以说在 我个人的思索里面 是 我现在为什么要决定 在台湾做一个清仓的动作 当 上一代 被植入到 所谓的 具有恐惧 这样子的陈述 到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我说在台湾 318的时候 我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 我的上一代 告诉我的 这个外来的 统治者 是贼啊 他什么都要 但是318这一代的年轻人 那我看到了 在台湾是 他把我上一代 认为这个贼啊 是他的养父耶 是养他的人耶 党他的恩人耶 他现在只是要 在我的感受是 他要这个 养他的养父 给他更多耶 只是这样子而已耶 那我就说说 当我们在看一个 本土论书的时候 到底 我们不要 局限在我们的土地 这个世界已经走过 什么 全球化的论述里面 我的感受是 本地人 怎么样生产出 本地的价值 让别人 羡慕 然后你把你的 价值观 扩张出去 而不是在 留在一个 台湾这块岛 香港这块岛 我是觉得 这样子的思考 是不是 应该 比较 就是说 我们在探讨所谓的 本土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的 本土的土地的 活动化为 限缩在自己的土地 然后 去面对 所以 我也现在讲了一部分 我的认知 香港人 对我的 认知里面 香港人就是 搬运工 請問你要问 什么问题 我是说 从这样子 我看到的东西 今天 我的感受就是 我们在探讨以后 相关的就是要做一个 所谓的 本土的 陈述的时候 应该要 有另外一个面向的 一个思维 就是说 自己的定位 过去人 让你现在这样 那你现在 能不能摆脱 那一套 而建构出自己的价值 出来 这样子的思维 我是想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 好 算你一个comment 你没有要问谁 好 那时间上 因为也差不多了 我想最后 问他们要不要 要总结 我想 然后我们这里开放到五点 所以大家如果还有问题 要问两位导演 就结束后 再自己来问他们 先 非常感谢 两位导演 然后也非常感谢 家瑜还有 各位朋友的到来 然后也非常感谢 这边的空间 我们可以 有一个很棒的空间 因为哲舞 刚好今天 这个礼拜 木杖没有装潢 所以我们就移到这边 当然还有一些 说面口 那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但是还是有些 纪念品 这个只有纪念来的才有 就是 导演 亲自签名的 宣传单张 好 好 我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但是也是用 可以给一些 特别的东西给大家 所以 因为时间关系 就已经欠好了 那就每个人 就麻烦拿一张 就好了 你还没去的朋友 就先叫他去晚上 可以先传一下吗 好 这边也 这边也 应该够了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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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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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了 那 另外 我这边也有一些 代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来谢谢 基林传的活动 来谢谢我们的周导 我们的十名回忆录 这个很统话后的东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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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邀请的团体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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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和 和 和 美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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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แล 和 和 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香港電影竟然講 十年這個電影是沒有人頒獎的 除了主席 易東昇本身去頒獎 因為易東昇就說 他也不好意思找人來頒 因為你拒絕也不是 不拒絕好像也不是 所以他自己去頒 結果他裡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 導演你知道嗎 他犯了那邊 你又在場嗎 你來講 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這句話已經鼓誤了我自己 應該也鼓誤了大家 你面對釋放恐懼的人 只要你不恐懼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不恐懼 他就恐懼了 因為 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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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謝謝老大 過號